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他能多理解我 我很珍惜我们这段感情 当各种矛盾层出不久 他一再回避不肯解释 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离婚 这是个难题 离婚还是不离 来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姚先生 二十五岁 来自河北私营业主 吴女士 二十六岁 来自河北咨询室 有请吴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您现在犹豫要不要离婚是吧 是 小片我们也看到的是 觉得先生婚前婚后变化太大了 是吗 变化不是一般的 娶儿很大 哪有那么多变化 你想离婚吗 我好像没想好 看来对这个婚姻 也有诸多的不满是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行 我们听听妻子怎么说吧 她变化在哪了 在你看来 结婚之前嘛 她就是对我挺好的 我们单位离我家 开车来回需要三个多小时 每次上下班 我们管是刮风啊 下雨也好 她会开车就接送过去 然后还有 因为她也有我淘宝账号 她又经常就说 看我喜欢什么东西 刚好是520过节日嘛 她直接就送了我一款花情 好了我问她 她说你不是你喜欢吗 后来结婚之后吧 我的感觉 她把我追到手了 就特别不珍惜 一周大概是有三回到四回 凌晨才回来 我这个人 去年质量不是特别好 我跟她说 你都回来那么晚了 你就拿一碗钥匙吧 别每次都让我去给你开门 她倒好 每次一喝酒回来 刚刚刚地敲门 甚至特别大 后来有一回 我就想治她的毛病嘛 就故意不给她开门 她倒好 就拿那个头 直接把我们家防灯门的门把手 给撞掉了 后来我问她 她说 谁让你不给我开门的 我哪有那么厉害啊 我用头撞的铁 我头比铁还厉害呢 撞没撞门嘛 当时反而也记不太清 怎么回事 可能就是开门之后 关门的时候 力气大了点 可能就那门撞到墙上了 我不想着别的 就是想每天晚上回来了 也没人给说个话 回来也看不见个人 我不就想让你给我开个门吗 一次两次也有 算了 你每次你都不拿钥匙 你知道我睡眠不是很好 为什么每次还要 让我去给你开门啊 你先生能说的核心是说 下班回来之后 我希望有个人陪我聊天 但是如果说一次两次也有 算了我陪陪你 那我不能每次都等到你 凌晨三四点吗 就为了陪你说我话 哪有每次凌晨三四点啊 顶多也就十二点多点 先生是希望妻子有陪伴 妻子说因为你回来了太晚 我还有工作 陪伴不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呢 结婚之前啊 对我闺蜜特别友好 结婚之后就经常 到了我闺蜜面 就是骂人家 骂特别难听 让我别跟她一起玩 忽然让我闺蜜 直接就别来骚扰我了 因为她那个闺蜜 经常没事啊 好去酒吧玩 我不想女孩没事 老去那种地方玩什么呀 不学好 那年轻人去酒吧也正常啊 那怎么 酒吧是为老年人开放的呀 那也不能经常去呀 是经常去吗 也不是经常去 无非就是周末的时候 或者周五晚上 就因为不上班了嘛 为什么结婚之前可以去 结婚之后就不能去了呢 结婚之前我也说了点 但是不敢特别实际说 那会儿在追求 这是对闺蜜有变化对吧 对 就因为我闺蜜这个事 后来有一次就是 她接我下班回家路上嘛 我们俩就因为我闺蜜 吵起来 吵得挺严重 我们就直接在那个红灯底下 直接就撞车了 特别巧合 她给我的解释是 那个刹车踩在那个脚垫里面 出不来了 她一点事没有 然后我是当时左胳膊掌 跟我这个右脚脚背这儿 直接就骨折了 后来打120嘛 我直接就被那个担架给抬走了 我躺在那儿 我又一直在哭嘛 特别心凉 我又想 她一点事没有 到我这儿我就直接成这样 就不能动了 她就一直跟我说 刹车卡在那个脚垫里面 出不来了 那为什么平时不卡 非得就在吵架的时候 都卡在那儿 确实是当时垫两层脚垫 因为洗车远故 放多两层脚垫 卡那儿了 但是当时就是在红绿灯底下 离前面车就不到十米 哪有时间思考 哪有时间反应啊 你这小心思太多了 网上都报道过 说如果说你爱我情况下 你会在下意识保护我 结果你都没有保护我 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她爱你的话 她会打方向盘 是吧 对 她会打方向盘 而不是说我出事 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 只能往车少的地方 就临时久那么一个想法 就往那儿打 她能有时间去思考 哪边车多车少 就没有时间来保护我 看到了那边车多 我理解了 女生是看了很多分析说 如果一个人爱你的话 当出车祸的时候 她一定是把自己 摔到了车的那一边 把你腾出来 是吧 是 这你想多了 这本能的问题真不好说 这个我觉得对此存疑 到底代不代表爱 我存疑 女生现在是两层 第一层是 为什么那么巧就撞了 所以你怀疑是她故意的 对吧 我就怀疑她故意的 她跟我的理由也特别牵强 那刹车垫 为什么就飞飞在炒烟的时候 卡进去 平时开车为什么不卡 我的天哪 这女生对这个男生 已经这么深的芥蒂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们结婚 度蜜月的时候 我们度蜜月跟 洪亚道是一起进行的 我们当时去三亚 去三亚之前 我特地做攻略了 我跟她说 咱俩订个餐厅吧 那餐厅就是 位置比较少挺难订的 因为里面有晚会 后乐队唱歌挺好的 她说行 那咱定吧 后来当时我特地 把那餐厅给定下来了 定下来完之后 我还再特地 就给人家那个老板说 这是我跟我男朋友 过来度蜜月来的 想要定金布置一下 当时我还 给人家交个定金 后来我们俩下飞机的时候 我跟他说 咱俩去吧 他直接过来 我累了 我困了 咱不去了吧 当时我的火特别大 咱提前说字好吗 为什么非得 现在你给我摆脸子了 为什么不想去啊 说确实那段时间 也很忙 有很多事 然后急着忙忙 就跟赶场一样 往那去了 确实下飞机的时候 确实有点困睁不开眼 我说 要不就睡一会儿 再去吃饭 那谁家饭店 还为你一个人 24小时营业啊 那个饭店到10点 就已经闭餐了 餐厅布置 那钱都白交了 你知道吗 女生是想浪漫 没想到没浪漫成 就是婚前是吧 拍婚纱照的 后来还有 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就要拍婚纱照了嘛 来三亚嘛 肯定要拍外景嘛 换好妆之后 我的摄影师跟我说 你去叫上你老公吧 她好像在那儿睡觉了 我挺诧异 我说她过来睡 什么觉的中午 她昨天睡了一晚上 不过我们还要在那儿睡 我去看她 她早好地 打着呼噜的呼噜 在那儿睡觉了 我推她 我说那个 你快点吧 她过来的就是什么呀 这么热天 我是过来享受着来的 不是过来受罪来的 还非要在那儿 一直睡上睡 就方位等她 就我跟摄影师 化妆师什么 等她等了三个多小时 拍没拍 自我拍了 拍的全都是夜景了 有啥意思呢 那时候领结婚证了吗 当时还没有理 为什么别人都能拍 为什么到你这儿 你就拍不了了 那天都四十多度了 就在那儿 别说站一个小时 在那儿拍照 你在那儿站十分钟 身上都爆皮了 我看你也有点晕 我说正好趁最热这会儿 稍休息一会儿 这都不行了 行吧 这事不重要了 过吧 双方家长的关系怎么样 说到家长 我都更生气 结婚之前来我们家 就是特别的好 追我嘛 又送水果 就来我们家 导口卫生 帮了我父母 摘个菜呀 洗个菜呀 摔个碗一样的 对呀 一直都这样啊 那结婚之后 后来来我家 现在吃饭 跟大爷一样 往那儿一坐 翘个狼腿 然后我父母在那儿 做饭来 他就在那儿 什么也不管 也不问 玩手机在那儿 打游戏 叫你过来吃饭 你也不来 去拿个碗 盛个饭 他也不去 后来有一次 在我们家吃饭 他可能没有吃饱 我妈妈就问他 你是不是没有吃饱 我再给你盛碗吧 他好像就特别 里头铃铛 给 就把碗直接给我妈了 他自己没有 掌手跟你搅拌 为什么 我妈就这么 给你扣扣一下 我当时不就想 让你给盛碗饭吧 每天就是 没个好脸 每天就那啥 给你个材杰 就想说 让你给盛个饭 在一块儿 看着好像挺和睦 就完事了 当时是 我是坐在你的里面 他还想让我 去给他盛饭 每次他都这样 你们这个婚后的日子 过得还真是挺狼狈的 多大的事啊 都可以化解 为什么要扩大它呢 行 吃饭也成了问题了 跟你父母之间 有矛盾吗 有矛盾 因为结婚之前 我父母对他印象 还挺好的 结婚之后 就因为各种小事 就对他就是 印象也没有 就是那么好了 什么事啊 我父亲 因为身杰是住院了 他的好 人也不漏 电话也不打 我就特别生气 那会出差嘛 正时候赶上我出差 那段时间 出去两个多礼拜 那你出差 你应该打个电话 你电话也不打 咋不给你打电话了 我当时给你打电话 你不是说 马上进手术室了 然后那医生说 基本没什么事 身杰时 我爸之前也得过 就用那个碎尸机 碎一下就好了 哪有那么大的事 那老人 就一样不用住 老人每个人 跟身体情况都不一样的 毕竟上了岁数了 后来你没给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我给他打电话了 我不能总 不是给老丈人打电话了吗 他在医院的时候 我不能给病人打电话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书页 什么时候休息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了 我也问了 我也没说不打电话 他打电话 一共打了三分多钟 你不给我爸打 你给我打干吗 我又不是病号 我给病号打 病号在书页干啥了 我哪知道啊 那书页也不应该 两个手书页呀 那不能给病号打呀 哪有那么担调 这就是借口嘛 我想做的事 怎么都可以做嘛 这个就别强调了 小伙子 这基本做的礼貌性 都差一点 是你长辈吗 给他打电话 是你长辈吗 是 那你别管大病小病 至少应该问候一下病人吧 你们出差两个多礼拜吗 嗯 期间有没有打过电话呀 我就给他打过电话 就打过一个 正好做手 就打过一个电话 做好了没事了 当时那会儿 正好是我家亲戚 也来看完我爸爸了 我们家亲戚还问我 是不是跟他离婚了 因为就是有段时间 没有见过他了吗 因为也有我微信嘛 看我经常也不怎么发微信 也不像搞得像之前 老的Ni了 就问我嘛 我当时心里特别委屈 然后我就说什么 我说没有 他刚刚走没有多长时间 他工作挺忙的 我只能骗我自己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来过 他对我父母 就是一直目无分 人家不是出差了吗 他出差回来也没有来过 后来我打电话问他 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他说我在忙 我在忙 我也不知道他永远 他在忙什么 你光说我了 就之前他在我父母家了 然后他在楼上 坐那个沙发 也感觉不是很舒服 那正好我爸也说 想换换来 我就从网上 我直接就说定了 差不多也就一万两块钱 不贵 当时他又拦着不让我弄 为啥呀 能给谁弄难看了呀 我父亲他住院 我母亲身体也不好 当时我说给家里面 拿个钱嘛 他倒好说什么 医院有医保 不能拿钱 既然去医院了 你为什么不走医保啊 那你父亲就想买个沙发 你不是要数清数重吗 买个沙发就该掏钱了 我父亲住院 我买个慰慰品什么的 你也不让 你这钱就不该掏吗 那不是看着你说 你说坐了不舒服吗 然后正好换了 我直接从网上就定了 换了吧 你差那医院换钱吗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钱我也能掏 是不是就因为 这钱我要掏了 你是不是就回来住了 现在就因为这个问题 买这个他家沙发这个问题 他就现在是在单位住着 就是也不跟我见面了 就是我们俩就属于分居了就 我叫他回来 我们俩谈他那事吧 他也不回来 你俩谈了谈了多久 俩谈了一年半 结婚到现在多久 两年多 当时结婚的时候 有打算要孩子吗 没有 幸好没打算 后悔嫁给他吗 有时候也后悔 婚后我也犹豫过 但是犹豫过犹豫 有时候就心里也挺纠结的嘛 就因为毕竟都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的朋友 就是也劝我 都是劝和不劝 有个男生吧 后悔娶他吗 这个倒没想过 我就是这段时间 在单位住 就是想冷静冷静 每回就一回家 不是大吵就是小吵的 我都不希望就是 就因为这些事老是吵 他现在给你提出离婚 说你同意吗 不同意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 没有那么大的 不不 不是你觉得吗 你得给他一个答复嘛 说我不同意离婚 理由是什么 还喜欢呢 你觉得你自己的岳父生病了 作为女婿的 该不该在第一时间 有可能的第一时间 去看望一下 是的 你为什么不去 因为出差比较远 我说的在有可能的第一时间 就是你出差 回来之后的第一时间 是不是应该去看 而你没去 就是做个手术 睡完就回事了 为什么没去 确实这一会儿 我回来之后也要上班 你可以这么忙 我们可以理解 第二个 岳父做手术 妻子提出了要给岳父 一些所谓的钱 对吧 给钱不仅仅是医标费的问题 可能也是表达 儿女的一个心愿 而且你当时也不在身边 为什么你会反对 我只不过觉得 有医保可以用医保 为什么要直接花钱呢 她生病了 你不该去看一下她吗 你没有时间去看 你不应该让你妻子 赶紧去看看到医院里 带我买点东西去 你没有这个弦是吧 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问她 给她说了 她没有过 父亲说 光给我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用啊 好 第三个问题 这次是因为 父亲家要买沙发 然后你想马上就买 你妻子不同意 一气之下 你跟她分居了 对吗 我就是想冷静冷静 我没有说分居 多久了 一五礼拜 气什么呢 我们把这件事换过来啊 你父亲生病住院 你跟你妻子说 给爹拿点钱 你妻子说 小病 你保吧 拿什么钱 心里舒服吗 舒服 很正常 小病碎个石头 有什么呀 然后他回到他们家了 他爸跟他说 闺女这沙发不舒服啊 他立刻就拿一万块钱 给他爸买沙发 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 比你心里舒服 能舒服吗 这就是我想让你了解 他内心的感受 就想告诉你说 你们结婚之后的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大概在婚姻认知问题上 出现了偏差了 这个婚姻挺危机的 如果你还真在乎 你就听一听 如果不在乎 也就算了 好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问一下小弟弟啊 你怎么会接受姐弟恋呢 当时反正在一起 感觉挺好的 然后就在一起 你的态度和你在婚姻以后 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 是一致的吗 差不多 但是在婚姻之前 你可能伪装了一下 没有 没有伪装 妻子会觉得 结婚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吗 变化特别大 结婚之后 就感觉完完全就不是一个人 有时候就特别想跟他离了 你跟他说 他就特别着急 离什么离 在一块考古不行吗 后来我说 那你也有态度吧 他态度也没有 但是我觉得 在你们的描述当中 这个小弟弟 他在抗拒你所有的社会关系 抗拒你的闺蜜 抗拒你的父亲 我不知道在婚姻之前 你的这些关系 是不是都对他和你的这份感情 表示过不满意 没有 结婚之前挺好的 小弟弟会觉得呢 没有特别反感他别的 就是他那个闺蜜 然后别的没有 但我觉得你有点在要存在感 你在他的闺蜜面前 要你的存在感 你在他的父母面前 在要你的存在感 其实姐弟恋当中 特别容易碰到的就是 我小 我就魂不立了 我就愿意把我这份 不尊重所有人的态度 给大家看 我让你们都不舒服 越是你的亲密关系 我越把我的不舒服 摆给大家看 你的脸色摆在面前 就是让所有的人不舒服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而你的妻子的反感 就在于 每当他想和你商量 一种关系的处理的时候 你跟他是男员百折 而这种男员百折 到最后就会变成 你们的所有的鸡毛蒜皮 所有的细节 都是通通的不满意 不美好 到最后 这段婚姻 可能没有人坚持 但是你会觉得 我舒服了 我表达了我的立场和态度 你没有看到 你的妻子在不断地 远离你们的这份亲密 好 谢谢陈伟老师 我先说女生 女生似乎今天诉求 比较强烈一些 她好像无所谓的 就这样 你说这个男生 他怎么婚前婚后 变了那么多 他婚前为了追求 我怎么都行 还讨好我的闺蜜 婚后就不让我 和闺蜜相处了 他变了这么多 你呢 你因为他变 你做了什么 你仔细地想过吗 我听来刚才的 几件大事件的书里 一 固然他夜夜 喝酒那么晚是不对的 但你关注的不是说 为什么你一个已婚男人 要应酬到那么晚 老是喝醉酒 你关注的也不是说 你拿头撞那个门 撞那个锁 你受伤了 我帮你擦点药 你关注的是说 你不要吵我 这得对这个人 多么的不再有期待 才会是这种反应 至少我们应该生气吧 你这个天天不回家 你关注是 你只要不吵我 睡觉就行 你说出车祸 是 你们也争吵了 当时出了车祸 你刚才跟我们讲的是说 为什么我受伤了 他一点事都没有 难道不应该是说 我受伤了 我看看我老公 是不是也受伤了 你有没有事啊 这才是爱啊 即便我们前一秒 吵得天崩地裂 后一秒遇到车祸 遇到灾难的时候 依然是彼此要关心 对方的安危 这才是情感 所以当你发现 他变的时候 你呢 你做了什么 你是努力付出了 还是用爱去滋养 你们的关系了 我都没有看到 我看到的其实 也是你内心 更多的冷漠 我的感觉 是你也不够爱他 男生 其实你的问题 很简单啊 你娶他的时候 才23岁啊 你还是一个小男生啊 你为什么不能 勇敢地说 这可能不是 我想要的关系 其实你的 装装件件 对他的不在乎 对他的冷漠 多么地明显啊 你宁可搬到 办公室去睡 也不愿意面对 他去解决矛盾 他的父亲生病 你连看都不看一下 这简直就是 再明显不过的 不在乎了 你的不在乎 源于我无能为力 我也改变不了 他成为我喜欢的 女生的样子 我自己也没有能力 往前走一步 让自己更强大 那我破罐破摔呗 你不爱我拉倒 我也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头撞破 那拉倒我也不回家住 可是你才25岁啊 干嘛要破罐破摔呢 这段婚姻关系 如果不适合你们 为什么不止损 打破重建 才能有新生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去梳理清楚 不爱就是不爱 说出来 如果你还决定 说一段婚姻不容易 那你要努力去爱她 你要努力作为 你要努力告别 你现在不在乎 麻木不仁的状态 对自己 对对方都负责 好吗 就这样吧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没想明白就结婚嘛 结婚前 女生抱的希望就是 这男生结婚之后 对我得更好 而你爱上他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对你好嘛 追了你那么长时间 做了那么多 让你感动的事 就想着 对我这么好的一个男生 我嫁给他 我一定能过 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 你把婚姻当成了 另一种幸福的开始 而他就想的是 哎呦 终于不用再这么累了 他把婚姻当成 结束那种 讨好你 每天宠着你 惯着你 这样日子的一个结束 所以两个人 对婚姻的期待都不同啊 而且我觉得男生 一上来 让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是 他有一种 特别不屑和 无所谓的标情 你们把结婚那件事 想得太草率了 我觉得结婚 有一个很重要的 前提的标准就是 我们两个人 是有共同话题的 而不是每天 除了我爱你 我想你就 毫无其他的话可说 现在很多的情侣 都是这样 每天两个人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 各玩各的手机 说的最多的就是 哎呀我爱你 我想你 可是坐在一起 毫无交流 然后就进入婚姻 进入婚姻之后 婚姻更是一潭死水 在面对生活当中 种种的琐碎 这日子根本 没办法过下去 所以你们两个人 就想一个问题 现在 把你们手机都没收 就让你们两个人 尽量地坐在沙发上 你们两个人聊什么 就是有时候 如果除了争吵 已经想不下任何 可以值得你们去回忆 或者共同探讨的话题 那我觉得 及时止损 是可以考虑的 谢谢 人没选对 就什么都不对 所以呢 我来讲讲 关于选择是什么 结婚怎么选 和离婚怎么选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总觉得我谈恋爱了 然后我要结婚了 是顺理成章的 其实不是的 从你谈恋爱 到结婚中间 有三次选择的机会 第一 这个人吸不吸引我 决定了 我要不要选他谈恋爱 第二次叫亲密关系 我跟这个人 能不能过日子 这时候选择 我要不要和他 在一块儿过 第三次叫我 能不能跟他 长久的过下去 这时候才选 我要不要结婚 结果你是怎么样呢 我既然谈了恋爱 中间反正 我被恋爱冲昏头脑 我一步一步 我都不选了 直接结婚 婚前怎么选 很简单 选男人啊 不是选 他对你有多好 多好都能装 最重要的是选素养 一个男人 素养好不好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点决定 未来对你的家庭怎么样 一样的 选女人选什么 选好看吗 选情绪 选一个女人 情绪的管理能力 这个女人的情绪 她能不能自己舒缓 和你之间 能不能把两个人的情绪 给管理好 如果不行 你们两个人 一碰到一块 就点火 选不到一块 那么 已经结婚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了 离婚也不是瞎离的 离婚也有三次选择 哪三次选择 首先 你们遇到问题 觉得 哎呀 你这个事要做不对 你那事要做不对 这个时候 我们带来的叫什么 叫不满 这个时候选择什么 选择 眼前这一件事情的不满 我要不要把它解决掉 你们两个人 都没有把它解决掉 你们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个情绪的雪球 越滚越大 第二次选择 这会叫什么 叫不爱 不爱是什么 当这个情绪的雪球 滚那么大了 我们发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 我要不要把这个雪球 给拆掉 还是没有 这个时候就进入 第三次选择了 就是过不下去了 要离婚了 这个时候怎么选啊 我们之间 还有没有信任 你们的信任危机 已经开始了 她刚才都在怀疑你 开车故意伤害她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女人 发发脾气的小事 这就说明 你们的信任 在崩塌了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 到了该离婚的时候了 但是你们信任 没有完全崩塌 所以你们现在 唯一要考虑 根本不是爱不爱的问题 还是我要不要再信任 对方一次 待会真情 六十秒的时候 你们要聊聊这个事情 就这样 谢谢 婚姻生活实际是 情感生活的开端 但是很多人 一结婚之后 这个情感就割断了 你们俩特别典型 你们结了婚之后 没有人维护情感了 我们听到的 更多的是指责 我特别希望你们 能够坦诚地面对 一个问题 你现在基本了解 到了这个男人了 还能跟这么一个男人 一点都不改的 再过三十年了 这个女人也就这样了 还有愿望 跟她过三十年了 你们静下来想想吧 一起进入真情 其实我感觉 咱们俩在一块儿 还是甭管再怎么着 内心还是珍惜对方的 我觉得你说了这些 种种小问题 其实我们还是缺乏沟通 正好上这次节目 也都冷静冷静 有这个机会 能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觉得 事情还是都在 往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你说的话能做到 我会考虑 就咱俩继续还在一起 如果以后生活还是这样 我真的感觉咱俩 没必要在一起了就 好 现在你们的心情 就是纠结嘛 又想离又不想离嘛 你自己到门背后 想一个占比 百分之六十是要离婚的 你就别出来了 为什么别出来了呢 就是给对方一个提醒 因为毕竟是一个节目 结婚离婚这个事太大了 下去还得再仔细地交流 在这儿只是有一个 更清晰的表态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by bwd6 to be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我们两个在一起挺好的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她就变成了一个撒谎精 她处处管我 世事管着我 让我觉得不能呼吸 为了避免吵架 我才总是和她说谎 很多事情 我都是为了她好 可她不但不领情 现在还要和我保持距离 她在生活里 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 难道我就不能自己选择 怎么样生活吗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程 22岁来自甘肃学生 女嘉宾小包 22岁来自黑龙江 公司职员 欢迎老妹 跟一个高个女生 谈恋爱什么感觉 有时候挺难受 有时候挺高兴一点 什么时候难受 什么时候高兴呢 就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 拍照还是啥的 你不用担心别人会挡到她的镜头 你总能拍到她的脸 不高兴的地方就是说 她比我高 就比如说现在她就比我高 她比你高 对 我看那个小片有一个体会 就是男生是带着疑问来的 就是她为什么骗你 是 女生大概也有一个想法是吧 对 我没有觉得我在骗她 我觉得是她有问题 对对对 为什么双方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你看资料上面说 你是甘肃的是吧 对对对 现在你在哪读书啊 我现在在西安读书 你是黑龙江人公司 主员是在西安工作吗 对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在西安上大学 你是学姐咯 我不是 我俩同级的 她读研了 然后我选择工作了 大学谈了几年啊 谈了两年 你怎么会觉得这姑娘骗你 我们俩一开始都挺好的 因为她性格也比较好 然后平常对人也比较温柔 她长得还蛮好看吧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她在各个方面都能骗我 我觉得这个我就忍受不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在骗她 你意识不到 所以才可怕啊 她经常出去做一些兼职 然后每次跟我说赚钱 可能赚个一两百块钱 结果有一次 我俩一块上课 书里面调出来一小票 小票上写着 消费了几千块钱的美容卡 但是我当时跟你解释了呀 你跟我咋解释的 你跟我说那是你闺蜜买的 那是你闺蜜买的吗 最后我承认了呀 那个小票是我的呀 是我消费的 在我反复追问你的情况下 你才告诉我那张票 是你自己买的 不是你闺蜜的对吗 不是我自己兼职赚了钱 我自己分配 我自己买一张美容卡 怎么了呀 这怎么就是我骗你了呀 你没有告诉我啊 这就是在骗人啊 你还好意思说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主持人 他这个人啊 他特别虚荣 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赚了多少钱 我都老老实实地跟他说 我觉得这没啥嘛 他可好 他只要一直到我兼职 赚了点钱 就带我去商场 让我买那些牌子的 他认为好看的衣服 有一次嘛 他就带我去商场买衣服 非要让我买一件短袖 三千多块钱 我觉得都是学生没有必要呀 他就说 我穿了几十块钱的衣服 都是垃圾 丑死了 当时你买那件衣服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看的吧 店员也觉得挺好看的吧 其次你说去美容院那个 你用得着美容吗 就我觉得你要真想美容 你晚上早点睡 不比这好 你看 我跟他说我要去美容 他就说让我早点睡 他根本从来不听我的话 你也没有听见我的话 就有一次 他跟我说 你要去机场看明星去了 对 我觉得 正常人去机场街机 咋的呀 看个明星 他说我没有素质 那机场是你们追星的地方吗 机场是大家运输的地方 你们一群人 乌乌扬扎扎在那儿 那赌的明星水泄不通 那明星希望你们这样吗 人家可能更希望 你们买演唱会的票 去现场看人家演唱会 那才叫支持他 你堵在那儿 那就是没素质 你看在他眼里 街机就是没素质 我必须花了钱 我买了票 我把这钱花出去 我就是有素质了 你打车过去 是不是也要钱 演唱会不比你高多少 你又不是没有钱 你看他就是这样 他总觉得我有钱 就一定要花 他需要性特别强 我每次跟他出去约会 他都必须要求我化妆 然后穿裙子 穿高跟鞋 就让我打不得 漂漂亮亮的 不是挺好吗 不好 在学校嘛 那随便出去买个东西 吃个饭 我嫌舒服嘛 我穿个T恤 穿个短裤 可能穿个拖鞋 我就出去了 他就转身就走 他说他嫌我邋遢 不只是这样吧 第一次的时候 我不会转身就走啊 你那很多次了 咱俩出去玩 你也穿着那样 那你以后到了社会上 你也天天穿着那样 你觉得对别人尊重吗 行 男生对女生管得 是不是还挺严 他管得特别严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跟所有人聊天纪录 就是异性了 他都要从头看到尾 他看不顺眼的 全让我删了 我有一次 有一个活动联系人 他看了聊天记录 就说这个人图谋不轨 必须让我删了 他这个活动负责人 我就觉得 看头像就不是 什么正经人 但是你看了 我们两个聊天记录 你从头看到尾 除了工作上的事 我俩没有别的呀 是啊 你给我看的时候 是已经咱俩那事 已经吵了一两天了 你才给我看的是吗 那你为啥不当场给我看 当场给我看 也没那么多事 可是他的生活 为什么要给你看呢 不是啊 他去兼职 是他自己的自由权利啊 我觉得谈恋爱的话 两个人生活 是要互相分享的呀 我分享给你了 我有一个这个中间人 你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人 不是特别靠谱 OK 我知道了 至于怎么做 是我自己的权利呀 当然是你自己的权利 对呀 那你凭什么删呀 我给他提建议 我说这个人不像好人 你那是提建议吗 你是必须要求我删 我不删 你就一直跟我吵 没完没了 那你删了之后 你最后彻底 把他删了吗 他专门申请了一个小号 专门跟这些人聊天 那你说我看到 这个小号之后 我怎么想啊 那我申请小号 我没有办法了呀 那我要接那个工作 我跟人家签了呀 我说长期合作呀 那我让你删人 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呀 最终目的是 不要让你和这些人联系 不是 你有什么权利 不让人跟这些人联系呀 我是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我觉得 我们俩可以商量 可以建议 你看他就是这样 上次在理发店也是 看见我跟人家聊了几句 他就上来说 你俩聊那么热乎干嘛呀 他跟那理发师说 你少招惹我女朋友 整个理发店的人 都在看我吗 你和那小哥 一直在聊天 怎么就一直聊了 能聊了几句呀 我坐在那儿 除了放的那背景音乐 就是你俩聊天的声音 怎么了呢 你觉得我会这么想 就我觉得我是他男朋友 他和另一个男生 在那儿那样聊天 不是他们聊的什么呀 他们聊的就是什么 你俩这么久没来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 就很正常呀 不是怎么了呢 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 不是 我觉得你特别逗 我们去理发店 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对吧 对啊 我没法跟你聊 因为他在那儿 站着一个人 给他剪头发 他只能跟他交流 怎么跟我交流呢 那是从头到尾的交流 别人的理发可能说的 你今天想剪个 什么样的头发 然后就开始剪了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么久没了 好吧 我理解 我理解这个小哥了 他就是管我 跟陌生人就算了 他还管我 跟我闺蜜的交往 跟我闺蜜都十几年了呀 他不让我跟人家 继续玩了 这是为什么 就是有一次嘛 我带他去 跟我闺蜜吃饭 他看见了 我闺蜜抽烟 他就说抽烟都不是好人 不让我再跟我闺蜜玩了 我觉得抽烟不一定 她是个坏人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抽烟的人 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 不是 你不喜欢抽烟的人 你为什么要限制 我身边有没有抽烟的呀 不是 你那个闺蜜 你偷偷背着我出去 跟人聊一下午天 也不接电话 我跟我闺蜜下午出去玩 我跟你说了呀 你干嘛要一下午 一直给我打电话呀 同样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你也明白吧 大家都听过吧 不是 谁是朱 谁是末 谁来界定谁是朱 谁来决定谁是末 就我觉得这个 不是分一个好坏的事 这个就是 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 还有我摄友 那次更过分 你知道他有多年人吗 平时 我在那个学校嘛 我去洗澡 他每一次 要在我宿舍楼下等着我 洗完澡之后 再把我送到宿舍楼下 看着我上楼 我有一次呢 就跟他说 我今天跟我摄友一起去了 我不跟你一起去了 他就急了 就气冲冲地 冲到我宿舍楼下 当着我和我摄友的面 就说 你要那么喜欢 跟你摄友在一起 你跟我谈恋爱干嘛呀 我觉得他不可理喻 是啊 明明咱们俩约好的事 你提前一步跟我说 我当时还以为 我做错什么事了 我冲到你们座楼底下 结果你开开心心地 和人家下来了 所以你觉得 我心里怎么下来了 不是你一个大男人 就这么一顶顶顶小事 我跟我摄友去洗个澡 你都不行了 就炸起来了 当时我就是很气愤 明明咱俩说好的事 然后你这样临时变更 他真的 你看他一直 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的 兄弟 我觉得 是不是在你的 这个生活规范里 你觉得你都是对 他都是错的什么 当然不是说对的错的 你当然觉得 你永远都是对的 我希望我们俩能走得更远 所以我觉得 更加贴合 我们俩互相 那是谁贴合谁呢 当然我在贴合他 你哪有贴合我 你有承认过你错吗 你有觉得你自己错了吗 你知道他特别有意思 有一次我跟他去 吃海鲜嘛 我第二天眼睛就肿了 我就跟他说 我好像海鲜过敏了 他就说那不是过敏 是卖力肿 然后他就拿出手机 咱能给我摆剁 说你看 你这就不是过敏 就是卖力肿 然后那非得逼 我跟他说对不起 我就想有必要吗 为什么非得让我说对不起 我不说就不行 从吃饭开始 一直磨叽到我回宿舍 我回到宿舍之后 上了楼 我就喘了一口大气 我耳朵都快出茧子了 被他叨叨的 结果证明 你是不是卖力肿 我是卖力肿 但是你有必要吗 首先你要尊重 自己的身体对吧 如果那是过敏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医院 我们做一个 过敏源的检查 以后这些 过敏源检查 至于吗 至于吗 那你连自己的身体 都不爱情 你能爱意到别人吗 我真的是服了 我跟他在一起 我有一次的约会 我下来可能就晚了 那么三四分钟 他可不得了了 一直在教育我 说我没有素质 没有教养 说我这样的人 出了社会 什么都做不了 你末期得有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得有了吧 他还把那手机 备忘录打开 上面清清楚楚地 记录着我 从跟他在一起到现在 哪一次迟到 什么时候迟到 迟到了几分钟 这个备忘录 我们也有 给我们分享了 你们看一下 就这个备忘录 你自己看看 请你自己看看 这个备忘录 我开始记的时候 已经我俩在一块 差不多有一段时间了 他之前就经常迟到 然后我为了让他记住 他每次迟到之后 我都问他 你上次是不是保证过 不再迟到 然后他都说 没有呀 没有保证过呀 那我这样 我说我记下来 我记下来以后 每一次 如果你再返回 我拉出来给你看 我就希望你下一次 不要再迟到 你自己看看 从三月份才迟到四分 你迟到了不要测 我觉得你真的太可怕了 我们俩每出来一次 你就必须要迟到 你就不能早来嘛 我感觉我跟你谈恋爱 就没有再谈恋爱 你一点都不像我男朋友 那我觉得人 就像我老师班主任一样 什么时候都在教育我 那次咱俩在补课班 上课的时候也是 我就小声问了你一句话 我说几点了 咱们还有多少时间下课 你呢 那么大声训斥 我说你不学习 还有别人要学习 能不能不要打扰别人 我是你女朋友吗 你把我当你女朋友吗 大家抱的那个补课班 都是去那儿学习的 你在说那句话之前 你说好饿呀什么的 前辈已经有人 转过头来看我们俩了 我当时没有提醒你 我觉得你说完 应该就完了 然后你还一直 喋喋不休地在那儿说 你弄得我尴不尴尬呀 而且说起这个补课班 我俩上的是为了考研 结果你呢 第一轮考试下来 咱俩读过了吧 第二轮 我录取通知书都到了 你的录取通知书呢 我面试没有去 我跟你说了呀 是啊 你是什么时候给我说的 你一开始给我说 姑娘你为什么面试不去 我一开始考研的时候 我俩准备考研嘛 我就根本不想考研 我觉得我不适合读研 我想工作 我就给他说了 他不同意 他那时候非得逼着我 跟他一起考外地的研 我说我不太想考研嘛 那咱俩就都退一步 折中一下 咱俩都考本校 然后这才同意了 那我俩就考了嘛 然后当时第一轮 考试我俩都通过了 但是就是今年 二月份的时候 我恰好接到了一个 我特别想要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我就签了 我没敢跟他说 因为我跟他说 他肯定不能让我签呀 那这是我的前途呀 然后他知道了 可就不得了了 就一直在说 是啊 咱俩考研是咱俩共同的决定 咱俩一块说好了吧 对不起我爽约了 怎么着吧 就我觉得不是说怎么着吧 你拿自己的前途 我跟我们两个人在规划 不是可是大家从考研到现在 每天都在这样吵架 因为这种小事 吵几个小事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们俩提过分手吗 提过 谁提的 我有提过 他也有提过 为什么没分呢 姑娘 他这个人对我有的时候 又很细心 他是那种 把我惹急了之后 他又会跟我讲道理 这才叫可怕呢 你觉得你是爱这个姑娘 还是想控制这个姑娘 我觉得我在为何 我们没来做打算 我觉得我们俩 可以一起走下去了 往哪儿走啊 你知道对这个姑娘来说 很重要的职业是什么吗 工作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凭什么 要跟人走一辈子走下去啊 我觉得至少在研究 你问过他吗 他这次为什么 不去做研的面试 为什么呀 他就说他一直想去工作嘛 对呀 人就想工作 怎么了 可以吗 那你可以之前提前告诉我 我之后我想明白了 我还不能后悔了 那这就是契约精神 我觉得 什么契约精神 跟谁的契约精神 我们俩已经说好了 一起考本地的研案 所以他必须要考是吗 他有权利考不上吗 他有权利考不上吗 他有权利失去契约精神吗 他有没有这个权利 我问你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不对 那请你放过他 这有点欺负人 你知道吗 没有这么控制一个女孩的 如果你这么谈恋爱兄弟 会出问题的 来 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从这个 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如果他是我的亲人的话 我真的 我就劝他赶紧离开 你配不上他的美好 因为你不体谅他 你为了你的那个 内心的那个小火苗 你为了你的面子 你要求他的所有的 那个指责的那些点 都是你在意的 你们的身高不是差距 你们的这个学校内外 也不是差距 最大的差距是 你没有意识到 你要求他的 是你在要求 在这一份感情当中 你是不断地制约他 他为什么打扮得 漂漂亮的给别人看 是因为你需要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分寸 你又觉得你受不了 是因为你发现 更多的人看到了 你不愿意接受 所以你不断地去纠正他 不断地去强调他 用更高的标准 和更高的道德 去说你没有做好 你做好了吗 为什么你去要求他 你不断地用那些暗示 去强调你们之间的 这种不对等 所以我说的是 你配不上这份美好 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此刻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界定自己的亲密关系 因为没长大 真的没长大 谢谢张老师 来 严老师 我觉得真还谈不上爱 我觉得男生 其实是打着爱的旗号 想要控制一个 本来自己是控制不了的人 我不觉得你爱他 我只觉得你想控制他 占有他 来成就你所谓的 女生用了一个标签给你嘛 虚荣心 旁边站着一个高高漂亮的女生 哎 我有面子呀 她穿着很贵的T恤 哎 我有面子呀 但这个面子不是爱情 你就是想让她 成为听你话的一个小女生 这不是爱啊 我认为你应该去好好调整 而女生我觉得 可能女人都容易这样 就是对方只要给了我们 一点点温暖 哎 我就舍不得放手 我知道她这儿不好 那儿不对 她超越了我们相处的很多底线 你自己心里其实是知道的 你也很痛苦 但你就抓着那一点点温暖 一点点温柔不放 哎呀 她挺贴心的呀 她跟我很紧密啊 你其实很清醒地知道 她的种种不妥不对 就请你放过自己哦 不要再眷恋的一点点温暖了 我希望你能够走出自己内心 狭小地对她的眷恋 去迎接更加美丽的 对你来说新的世界 好吗 希望你们都放下心中的执念啊 开始新的人生吧 谢谢 男生一直在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女生没有素质 没有涵养 没有教养 那我真的想跟你掰扯一下 什么叫素质 什么叫涵养 什么叫教养 我觉得这三点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 共同的一点就是 要尊重别人 不要道德绑架 你完全不尊重她 不能完全按照你的意志为转移 来听你指挥吧 然后女生 你知道有很多女性 她们走不出这种困境的 最大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当她们受伤之后 这个男性 他会立刻再给一颗甜枣 就是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 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 她的好不是良药 她不能掩盖住你心中的伤口 所以我觉得当你确定了 你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一定不要再为这个不要东西 而找理由和借口去开图 我不贪恋那一颗甜枣 你也别给我那一棒子 所以未来怎么走 完全看你 放过自己 好 谢谢 男生 我相信你是爱她的 但你输给了你内心的狭隘 姑娘也是 那么好看 那么漂亮一个姑娘 你是那么的缺爱 你是那么的卑微 你们没有吵架 你们从来没有吵过架 这是反抗 这不是吵架 因为她一直在 蛮不讲理地 剥夺的你的是什么东西 是你天然的权利 你剥夺她自由权 你剥夺她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个时候姑娘说 为什么我不分手 因为我觉得她对我好 一手大棒 一手胡萝卜 你懂吗 你说我看到她有那一手胡萝卜 所以她对我好 那你忘了她那一手大棒吗 我觉得你们现在 反而应该异地一下 我不是说立刻分手或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分不了手 所以我给你们一个 缓解性的建议 就是你们最好异地一下 让这个男生试一下 看看能否在这种狭隘的爱情中 能不能脱离出来 姑娘你试一下 你能不能不要再把一段爱情 当成救命稻草了 不管你们的人生之中 你们的原生家庭 给你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或者你们的人生中的经历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记住爱人不是来给你们当牺牲品的 就这样 谢谢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在恋爱当中有一些基本原则和底线 全面被突破 财物 这是底线 没有权利去管 手机 它允许你看 其实你都不该看 那是它的私人空间 则有 即使是夫妻 夫妻之间都有则有的权利 你所有的原则性的东西 你全部违背 最后你说它是错的 我真听不下去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关系 你能放手吗 可以 真的可以吗 可以 怎么这么干脆啊 你让我都有点害怕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老师们讲得都很对 听了建议之后 我觉得确实我也需要一段时间 去调整我的状态 真的可以啊 可以 既然有这个表态挺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今天咱们两个来到这个节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真的有问题 你不是永远都是对的 你也有错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今天听老师们说了这么多 我也知道了 大概可能我没有发觉 前一幕话中对你造成了伤害 很多地方我做的确实是不太对 我觉得我们俩都借着这个机会 彼此冷静认真地去重新考虑一下 这段关系 可能对我们彼此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好 那我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 老妹 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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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 希望现实生活里真的可以 不再纠缠 我再纠结 有网友提问说 前几天呢 我父亲出了点事 就叫我老公来接我爸的生意 我老公来了 可是因为婆婆病的原因 坐了几天就走了 我家里人很生气 叫我不要再理他 跟他分开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跟着他走 家里人会生气 不跟着他走 孩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一个如果只顾你的家族生意 而不顾自己亲妈身体的丈夫 你敢要吗 这件事换作是你 一边是家族生意 一边是自己的亲妈 你要怎么选呢 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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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